同年级的题目难度,可以测试自己的淡载水平能到多少级,那我这水平怎么不都是个博士起步啊? 一年级还是撒洒水啦,很轻松就过关了,二年级和一年级差不多,都是比较考虑跳跃的稳定性,所以也是一样,随便蹦打两下就过关了。 三年级,缝隙越来越大了,不过刚好我们可以用滚动,一次刚好直接越过。 四年级有应该是小学很重要的一年了,但是洋葱圈是七次新手的图,对我来说根本没用哦。 从五年级以后,压力倍增,它不是很难,但是这个方法和下列一个颜色,很容易看错,也是卡了一会。 然后我就发现了,小学最重要的一年,也是这样的,根本看不到路,全靠自己摸索。 但也是有惊无险,我们直接来到初中七年级,现在难度大幅适合,不过我是博士,过来肯定是随便过关,也是非常轻松,就拿下了初一。 但现在初三的关卡,就非常的离谱了,看似很简单,但是每一步都是对距离的把控。 如果是走直线的话,我想完全都很简单,因为我之前挑战索命十三关,已经练成了不动神功,所以稳稳拿下。 不是这什么东西,这要怎么过,下面是销毁,上面也是,只有剑德可以上去,还那么细,作者你自己说你过得去吗? 这不是开玩笑,根本站不上去,这是给人过的吗? 好好好,老师啦,这才是高二的难度,这真的有人能过去吗? 真的假的啊,有没有玩过的,只顶一二的。